MING PA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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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幾天前開始呢 我們的試著 整理 我們所擁有的一些IOT 那 那當然有些已經損毀 或者是記憶體不足 讓那個儲存裝置容量過去可能太小 我們可能部分做一些重整 那當中我們把其中一台Json Nano 做一個重整的動作 那我們也打算是 逐步的把一些軟體把它灌上去 那之後我們再看硬體上 我們再做一些更進一步的一個調整 好 那我們就先把畫面喔 先切過來 切到我們的頁面 首先切到我們的網頁 網址部分 我們過去曾經談過 在IoT 特別是在樹莓派上面 可以裝一個類似Visual Studio Code這樣的軟體 這樣的軟體名稱叫做Code 所謂的Auth 安裝的方式大概也就是 呃...Visual Studio Code應該安裝的方式 只不過說當初 呃...Visual Studio Code 它並沒有針對 所謂ARM系列的 呃... 呃...這樣的... CPU的電腦提供 提供這樣的一個軟體 不過現在已經有了 好 那既然有的話我們當然就可以 名正言順的就可以 直接去下載 Visual Studio Code 那... 呃...所以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因為它 呃... 你要說是 樹莓派電腦啦 或者是Json Nano 基本上它們都算是 Debian電腦 都算Debian電腦 好 所以它安裝方式 當然你先去 降它那個 Debian包先把它 下載下來 然後去安裝 好 其實安裝步驟也蠻簡單的 好 那...然後檔案指令 那... 那... 呃...當然 因為你是在Linux的環境 你當然可以 採用CMAC的方式 好 好 不過就是說 呃... Visual Studio Code的好處就是說 你... 其實你只要做... 做好一次簡易的設定 你甚至連這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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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CMAC這樣的一個 都不用寫 所以 它其實... 其實是蠻簡單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 先切到我們 透過遠端連線的方式 我們連到 我們內部電腦 我們的Json Nano 好 那...我們這邊先說的是 呃...我們光從這個頁面 就可以看到 啊...它這個其實 呃... 它這個是一個桌面環境 實際上這個桌面環境 是所謂的... Lsde 啊...這樣輕...非常輕量化的 是一個桌面環境 那... 呃... 因為本身來講 那個Micro SD的容量本來就小 其實如果像一些比較重量級的桌面環境 原則上我們就把它 把它remove掉了 像那Unity 那個我們就不留了 呃... 像一些 OpenOffice的 那個... 軟體 我們好像 在... 這樣的... IoT 應該是不太會去用到 好 我們並不會 將這樣的一個 這種 呃... 特別是 對... 應該... 得... 這一類的那個 神器拿去 當大字基因 應該是不太可能 好 而且也很不方便 要透過遠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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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光是遠端的部分 其實就要花了 掉一些功夫去處理啦 齁...不過我們這個 這部分呢 過去都已經有做過 那...當然就是說 呃... 呃... 這部分當然也會 呃... 確實要花一些功夫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哈 所以我們這邊是我們 要先去 到這個頁面 OK 所以原則上呢 我們 其實就去... 需要去下載 呃... 這樣類似的Debian包 Debian包 一般來講 你要下載 對 我們原則上是 採用 ARM64的 這個 點過來 好...所以它就直接下載 好...我們之前有下載過 好... 好...因為下載過 我們就先把它中指 好...所以...我們... 這裡就直接切到 好... 好... 我們先LS一遍 好了 呃... 所以它應該是在 下載那個資料夾 所以打個D... O... W... Tab鍵 好...再LS一遍 好...我們這個下載多次啊 也沒有那個必要 好...所以這個是個Debian包嘛 好... 所以我們這裡很清楚 我們就... 直接用速度 所以我們這裡就直接 D...P...K...G 因為我們是... Install嘛...所以就減I 那我們大概前面的打...Code 後面就是用Tab鍵 把它整個帶出來 基本上我們的下載 好...這兩個其實都一樣 那版次...也沒有這幾天有更新嘛 好... 好... 打上我們的Password 好... 喔...所以... 剛剛...沒有把那完整打... 打出來 所以...後面要打... 完整的檔名 我們那個副檔名沒打上去 那這個安裝應該也不會太久 好... 應該也是一下子 好... 所以就好了 好的話我們切換資料夾 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到了家目錄 然後...我們再切到... 桌面 桌面我們再LS一下 那我們看到... 這裡面應該是有個資料夾 從顏色上應該也可以分出來 不然的話我們... 加上參數 LS控格-AL L 好... 那這個確實是... 這個確實是... 好... 資料夾 好...所以我們就切到這個資料夾之後 我們再... 開啟我們的VSCode 好...所以... 這個執行方式很簡單 在這邊的話就直接打扣 好...扣 好... 它就會跳出... 我們這個畫面 對... 所以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這個應該先... 整個先把它... 之前... 試作的先把它整個刪掉了 好...所以這邊我們... 新增一個File File名稱呢... 蠻...蠻簡單的 我們... 就... 叫做...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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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呃... 就... 1x0 點... cpp 按Enter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透過Ctrl ++放大 那... 在這裡的齒輪的部分 Manager的部分 我們... 去... 看看能不能... 對Extension的部分 那...我們原則上這個... 這個看是不是已經裝起來了 好...那這個應該是已經有了 install 好... 這已經... 安裝起來了 所以這沒有問題 裝起來當然就... 寫程式就會比較方便嘛 我們看看有多方便 是不是在... 跟Windows上... 類似... 哦...確實跟Windows上... 基本上是... 差不多的 那...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 用... IOString 好... 然後再來... 使用命名空間 用點的... STD 好... 我們只有一個... 組成4 組成4... 裡面就一個區塊 好...因為它... 組成4的形態是INT 所以...它如果一切都成功的話... 就... Return 0... 0... 好...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看看...我們就... 練習個復回圈好了 復回圈... 然後每個... 局部變數... I... 從... 0... I... 小於... 10... 然後... 增加量... 每次加1... 好...我們這邊... 其實蠻簡單的... 好...我們內縮... 就一行... COUT 好...這個是... 從... JustNano來的嘛... 好... 看中文... 中文有沒有... 應該也是可以... 好... 中文...打中文應該也可以... 安裝...這個... 確實不太容易... 這是... 好...結果變簡體的... 這是...我們打英文好了... 這是... 從... 傑森娜娜 然後... 這邊呢... 我們再輸出... 他的... 數字... I... 然後... 再來... 斷行... 可以... slashN... 好... 這樣就基本上就好了... 所以... 然後... 我們... 這邊呢... 右邊這裡有... 滑鼠... 所以... 他... 這裡面... 的... 技嘉嘉就... 就只有一個版本嘛... 應該就... 就一個嘛... 或... 你用... 下面的... AR64... 那個也是... 其實也是一樣的啦... 齁... 基本上是這個... 好... 那... 我們當然... 說... 在他的那個... 我看一下... 特別我們... 如果是要做一些... 優化的話... 呃... 所以就直接到... Test這裡面... 他的... 那個... argument... 的... 參數部分... 我們可以多加一些東西嘛... 比方說... 我們要加優化的話... 我們在... Find前面... 呃... 我們這邊就不用客氣嘛... 我們就用... O... O... O3的優化好了... OK... 然後... 就直接讓他自行啦... 所以應該就... 好了... 好了... OK... 所以應該是... Debug console應該都沒有問題嘛... 好... 所以我們再讓... Without debugging再一次... 所以這邊就有出來嘛... 就從... 0... 到... 9... 整個都完成了... 好... 所以這部分... 啊... 開發工具... 當然就是說... 西家家的開發工具... 就... 沒有問題... 基本上... 運作房子跟... 在... Windows的環境... 基本上是... 差不多的... 好... 中文字幕包作詞... 作詞...